大家好,我现在四川省宜宾市 往前走就是明江 上面有个明江大桥 我们去大桥上去登高望远 看一下这个方向 山上云雾缭绕 真的是特别的美啊 那几栋房子就建在了个半山腰上 看起来真的像仙境一般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上桥了 已经走在影桥上 上桥,登高望远啊 哦,今天这个天气的话 现在至少不下雨了 还好一点 刚才下雨的话更麻烦 那个山的话 等天气好了我再上去啊 因为像天气不好的 我们就不要爬山了 那山顶上还有个观景台呢 这个是明江大桥 1973年建好的 到今年呢正好是50年了 历史也悠久啊 下面就是明江 还有金沙江 合二为一就变成了长江 所以说宜宾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万里长江低沉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来的现在这个季节不对 现在这个季节下雨啊 到哪里它都天气不好 乌蒙蒙的看不见 看不清楚 所以说这个等将来有机会 等天气好了一定要再来 问题是现在要想天气好的话 除非到云南 其他地方的话好像一到冬天都是阴天下雨 江南是这样 然后广西贵州四川这些都是这样 那北方地区呢冬天太冷了 我也不往北方走 所以说今年我们就 那就只能这样吧 反正这个整个四川的游玩计划是不太发生太大的变化 就是希望它雨不要下太多 看一下对面那边有一个铁路桥 你看那个桥墩的话 应该也是年代久远了 刚才好像有一列火车从那边开过去了 这个山看着不是很高 等有机会一定要去爬一下 已经快到桥中间了 前面那个最高的地方应该就是桥中间 看一下这个栏杆不就刚的 还是比较坚固的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它把人行道和飞机动车道 用这个体栏杆给分开来了 这样的话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不用担心 齐天明日的会撞到里 就这一点的话要点个特别大的赞 不是所有地方的桥都有这个 这个人行道区分开来的 这个我建的不多 这一点特别的好 然后看一下下面这个江就是明江 往前流大概一到两公里的地方 就和那个金沙江交汇了 那个地方叫河江门 等明天天气好了 我到时候再过去 反正一共在这边待六天 需要玩的地方有很多 今天因为天气不好的话 我们还是回市区 这样玩累了 我还能找个大商场坐一下 不然你就在外面这一下雨的话 就没地方坐 一直在站着 对面正好来了一列火车 这是拉货的 两个火车头 我就喜欢听这个火车的叫声 在宜宾包你满意 这边是我走过来的方向 已经走到了桥的另外一头 看一下那个山上 还建了特别好看的房子呢 然后这边好像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山 我们今天就不爬山了 那上面写的是道法自然 这个等天气好了 我们再爬 明天不下雨再说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楼梯可以下来 下来我们走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大桥的侧面 因为看大桥就要看侧面 不然看不全啊 你在这个侧面看的话 就会感觉会更加的不一样 看一下远处的那个山 云雾寥寥 真的特别美啊 然后在这个角度 现在看一下啊 看一下下面这个桥墩 一看就是年代久远 哇 这个角度怎么样 特别美吧 那边有个灯好像碎了 应该要赶快给它补上 从这个角度看起来 更加不一样吧 看到跟大家的全面 有一个拱 两个四个五个拱 等一下我们走到江边上看的话 感觉就会更美了 哎呀 我就喜欢看大桥的这个侧面 真的是太好看了 走我们下去 走到江边上去 已经下来了 现在已经快走到江边了 看一下远处 我在这个位置 加上眼前这个桥 一共能看到三个大桥 远处还有一个大桥 过马路 看一下栏杆上 还有很多的壁画 雕刻的还比较精美啊 然后看一下明江 江水源源不断 看一下这个江里的水啊 即便是下雨 它都很干净 嗯 然后那个金沙江的水 好像会更加干净一点 然后合二为一变成了长江 所以说那个位置的话 嗯 等明后天一定要去看一下 在那个桥面上看 感觉桥很新 但是你在这个桥下面 看它的时候啊 感觉还是非常有年代感的 你看一下那个桥墩就知道了 包括这个拱 你看那个昏林土的颜色都发黄了 说明年代久远了 因为桥面上那个人心道 架上飞机动车道 那个上面是钢结构 这个一看就是后来 嗯 后加上去的 拓宽了嘛 方便人们过江 这一点特别优秀啊 这边有一个观景台 这样看起来呢 效果会更好 我们沿着这个岸边 看一下远处 这边很多地方正在整修 等修好了以后会更加的漂亮 有一种外滩的感觉 不过这里有山 这个江水这么干净 比外滩是漂亮的 太多太多了 我们回头看一下 明江大桥 从这个位置看一下 是不是更加的清晰啊 能看到它这个中间 这个拱应该是跨度最大的 我们再走到另外一边啊 我想去看看那个老的大桥 现在已经走到了大桥的下面 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 这个大桥的桥墩 看一下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拱 哇塞厉害 这后来应该也是 像这块好像后来加修过的 因为给它加固了一下 这个在下面看的话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好震撼啊 太厉害了 然后这个对面看到的 就是那个老的铁路大桥 你看一下它那个桥墩 还是外面也是砌的石头 它不是直接是钢筋混凝土的 所以说这个大桥的话 一看也是50年起步 一边这个城市 我发现了真的是太美了 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有江有河 有山有水 有大桥 一边它都能满足 都具备了 所以说你说这个 这多美啊 那边远处 还能看到一个大桥 那个拱是两个大的拱 三个拱 那个等以后有机会 再去那边看了 行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